今年以来一系列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比方讲浙江的张高平数值案 我们程氏频道也做了详细的报道 为了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近日中央政法委专门出台了指导意见 对一罪从无等原则做出了重申性的规定 并且明确提出 办案民警检察官法官要对办案的质量终身负责 看看 意见要求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 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 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不能降格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对于定罪确实充分 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 应当在量刑时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同时建立健全和议庭 独任法官检察官警察全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 法官检察官警察在职范围内 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对于刑讯逼供 暴力取证 引力伪造证据等行为 依法严处 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 批捕率 起诉率 定罪率等指标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把每一个案子都附在了办案人员的整个人生链条上 就是办案里边的每一个关键决定 都和办案人员 这一辈子的行衰要挂上钩了 我们也相信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绑定 是促进办案者秉公执法的良方 对于树立司法的公信力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我还想再多说一句 其实这种终身负责制 还可以在更多的领域来得到推广 比方讲 房屋的建筑质量问题 在比方讲 食品药品安全审核管理 是不是也都可以有这种终身负责制 啊 好